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本能的 因为现在有本能的执着和分别 比如打你一下疼 这叫本能的分别 你说我不生气 但我疼啊 所以要六根源头 从六根上解脱 你这个六根源头是这个六根有局限性 也 耳 鼻 舌 身体都有局限性 就打你一下你就疼 不是说打你不疼 你能够疼 能够不疼 你做不了主 是吧 这叫本能的局限性 所以你要圆通 圆满通打就是 它不再有障碍 不再有局限性了 六根合一成了一个圆满的空性 把这个 就是眼睛也能看书 耳朵也能看东西 耳朵也能看东西 眼睛也能听声音 就全皮心来做了 这六根解体啊 六根解体回到一心 回到这个心 这个心是无处不在的空性 不是说有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就正果了 你这个时候本能的也破完了 在这个世界你能实现出暴身吗 就实现出法力无别 无所不能 你就高材你那些都可以了 坐在这儿 所以我可以不着笑 可以不留痕迹 可以做个不做一个样 那就是正德了嘛 把六根解体 突破所有的维度局限性 突破世界空间的控制 现在你眼睛只能看嘛 耳朵只能听嘛 鼻子只能闻嘛 你这不是一个功能嘛 其实每个功能都是心在起作业 你看人死了 他心意识 他心不起作业了 他这个意识不起 他这个六根就没用了嘛 你长着眼珠子也看不见 长着耳朵也听不见嘛 所以全是在心在分别嘛 心不分别这六根是没用的嘛 所以心不分别 这个六根坐在这儿跟关了是一样的 眼睛只是血色 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只是一个就像照过来的 就像一个镜子照过来 如果那个镜子没有意识 他并不知道照过什么 你分别性一起 他才知道照过什么 所以六根却是用的一个心 所以你六根分别性一听 六根就解体了 六根一解体 跟层是同源的 耳朵跟声音是一起的 耳朵一解体 声音也消亡 都解体叫耕层脱落了 这就是正德了 你就回来了 你就回到空性了 根层一脱落就回到空性 根层一脱落就像那个看星座的 凡星落井 那是个成像 天上的星星是个成 成像 这都是佛教的秘法 只有如来正德的秘法 只有如来知道我们是空性的 三切打击世界 宇宙的万法都是幻境 我们执着了 所以我们着想了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 认自己是个物 认自己是个掩耳鼻舌声音 只要这个执着不迫 你就回不到你本来的那个伟大的状态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状态 这个比你真的是武林那种小说里边 你钓到山洞里 截的那些 那些秘点 还要密 还要好 你懂得这个 你真的很厉害 对吧 你能成了武林高手 法界高手 这真的是密法 真的是吊山洞里 截牢不密集的那种 如果你照着六根约痛了 真的很厉害 比你烈刀锹不入 那些什么小路士巴掌 那些什么 还有什么 九阴真经 对呀 你们很厉害的那些 比哪个官府都厉害 我告诉你们 六根约痛 比哪个都厉害 他们根本看见你死不出招数来 你一个一厉害 他都站在那不能动了 比顺库的猴子的七十二变厉害 那六根约痛了的话 是不是就会 破除 心理最秦的那些 最后一次 哎 何止那都是 一节天的 那些早就破完了 因为您昨天说的 只要打开 那是人道的一些少小的执着 那些初衷的烦恼 早就不存在了 你六根都圆痛 那些生根都好 早就进化完了 再进化的过程就都能达成了 那太简单了 那些 你也想要一个约痛的 是吧 也是几毛钱 你也想要买给我一个 三毛 我买了 你买了 成交 我买了 我的东西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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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你不买了 我买了 我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